这俄罗钢猪也太浪费了 这么好 这么大的木头就都在路边不要了 我还看到有一个哥们 张门开着皮卡带着他的俄子 在这个地方选木头 选了好多 有些是可能拿回去做正版用的 这个哥们厉害啊 这个车卷是德国开过来的 哎呦好厉害 走吃饭上去 先停在一个公园边上 因为这里已经说老实话 已经靠近加拿大了 所以原始生命什么的特别多 就从加州一直开到这里 我就感觉越往北走 自然环境越好 因为这里可能气候会比加州好很多吧 因为加州还是属于沙漠气候 拍一下我吃啥 看我做这一锅啊 这个是猪肉来的 然后芹菜 还放了番茄 这个是越南米粉 非常好吃啊 因为我放了东南亚的一种酱 有点像那种沙沙酱 但是很辣 所以这一锅东西的味道非常好 我停的这个地方是完全计划外的 因为我现在是从那个俄罗冈州的波特兰开到西雅图去 我前面堵车 所以我想想干脆拐下来 算了 等我吃完饭没准就不堵车了 这样是最有效率的 这里是华盛顿州的西雅图 我本来应该开三个小时 从那个波特兰开过来 结果开了五个半小时 因为一路堵 堵的好厉害 我就发现这个 像华盛顿州啊 这个高速度 它限速会比较高 它的限速是70 最高速度 比那个波特兰要高很多 波特兰的速度 基本上都是55或者是60 洛杉矶的话 基本上是65 我来这个西雅图是纯粹为了办事 以前不是 我是在加勒大 有一个背包吗 为了省事 我丢到黄老板家里面 黄老板基本上 我放到这里来了 已经在西雅图了 刚才一个月前就丢过来了 然后我还要来拿我的信用卡 为什么会来西雅图拿信用卡呢 因为我之前在路上就等了两个礼拜没等到 我就跟银行说取消吧 你帮我手里寄一张 所以就寄到西雅图来了 已经到了 待会我到了就能拿到了 快到了 还有1.7英里 我现在是去我一个朋友的家 他的房子是好贵的 他那个房子200万 可能是因为这个西雅图挨着加勒大 算是一个门户吧 一个门户城市 经常什么两边的贸易 或者是交通什么的 房价我感觉挺贵的 我这个朋友不在家 他已经让别人 还帮我把我的包扔在他的门口了 所以我也进不去 只能看看外面 他这个小区翻译成中文 就叫做胡语山 这个小区对 像我之前住在洛杉矶 老吹家里面那种小区 但是他这个小区的环境更好 因为树好多好漂亮 我不知道以前买多少钱 反正现在这个小区 基本上均价就在200多万了 一个儿童设施 这太舍不得花钱了 这个儿童设施搞这么减了 马上到了 现在你们看到的房子 这个可能更贵 这个我估计250到300万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朋友的房子 不大 不大的200万 所以你会看一下 这个是他的房子 这么小个房子的200万了 那你不说这么大个房子 得多少钱 好了 我去拿我的包 哎呦 这个停车这么斜啊 它不是这个3D 可以吧 应该不会划车了吧 我已经懒得锁车 我也没有拉手势 据说是藏着这根柱子的后面 来看一下啊 已经看到了 拿到了 这个名片不是给我的吧 哎呦这么重啊 我操还好 以前没有把这个包 背到沃西哥去 确实蛮重 现在好了 很多东西都有了 这个包太大了 我现在都没地方放了 我得把东西拿出来 才能把这个包压扁 塞到里去 这些方便啊 因为我在玻璃上面 贴了两个相机 一个相机朝前拍 一个相机朝我拍 这样就方便多了 为啥呢 因为我拿到另外一个锡盘 哈哈 在我加拿到了一个行李里里边 我在西雅图已经看到好多印度人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印度人扎堆 硅谷印度人是很多的 硅谷我这次没有专门去 因为我 其实说老是 干净轰一手油 上黄灯了 其实我以前那个我在旧静山待过好几个月 所以旧静山我那个城市太熟悉了 旧静山我一开始也是因为我当时租了一个车嘛 我就把整个旧静山范围都是跑灭的 就海边那条线我来来回来可能跑了四次 所以这次我基本上就是跳过旧静山的 对直开就是我要去的超市 亚洲家庭超市 西亚图我感觉华人也挺多的 马上就没有华人了 我稍微开出去就可能就很长时间看不到华人了 其实我来美国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没有华人的城市 或者是小镇 哎呦我这一进超市啥都想买啊 这个烧肉烟酱韩国的也挺好啊 都挺好 螺蛳粉就算了 螺蛳粉煮起来太麻烦了 就因为他煮的酒 好便宜啊 这锅包要九毛九啊 可能快过期了吧 要不要搞一袋当零食吃 泡姜豆 哎呦这个东西好啊 炒个牛肉什么的 嗯这个好 我这樱桃也好便宜 两块九毛九一磅 新鲜荔枝也不贵 三块多钱 华人超市就是便宜 黑葡萄一块钱二九 这也好多蔬菜 蔬菜我一般也不太买 因为买了放不了 除非它是白菜 白菜我就买了 但是肉也是好便宜啊 这么一大盒六块多七块多 这里已经牛肉卖完了 我本来想买牛肉做个牛肉酱的 猪肉也可以 这种是瘦的 这种是肥的 那我肯定选这种肥的 要挥手啊 草里边挥手 而且这里面上面的全是老婆 我发现 三磅 三 在华人区生活就是真的方便 真的方便 啥都有 也不贵哦 这个油辣椒七八块钱 炸菜什么的 也是几毛钱 小米辣我买了一罐还没用呢 我觉得这边超市的价格 如果跟洛杉矶比的话 洛杉矶可能还更便宜的 我车上肯定有一瓶豆瓣酱 但是我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很久没看了 像这种超市面东西 跟中国几乎没区别啊 中国有的 基本上都有 这啥都有 这韩国大厨 是我的 不用带着 这里还可以支付宝付款 很多方便 就这样东西 但是我现在还不好放进去 因为我后面不能放东西的 后面是张床 这个搞得我有一点被动啊 这下图还是可以的 到时候都是那种森林城市的感觉 我就特别喜欢树 像这种 到时候是森林的城市 在美国其实蛮多的 一路上几乎都是这样的 除了洛杉矶 靠沙漠那边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 那中国的环境跟国外比 确实很难比啊 没法比 就是自然环境这块 真的是没法比 我现在熬我这个肉酱了 到时候煮个面啊 用肉酱吃多省事啊 要熬很久 我要把这个肉里边的水 全部熬干 这样我就可以储存几天 没问题了 我那个冷藏箱已经全部塞满东西了 所以没有办法买冰块了 看起来是挺好吃的 我放了好多种酱 我放了那种什么沙茶酱 嗯豆瓣酱 还有酱油蚝油 应该很好吃的这一锅 我把我那个买的豆腐干 哦不 那个豆腐泡也全部塞进去了 还放了很多其他那种什么纸啊 五香粉 七七八 我这有好多好多调料的 哈哈哈哈 其实我如果把白菜啊 番茄啊什么番茄啊 什么番茄就会够好吃 但是太麻烦了 因为这些都水分太多了 过了这个大桥 就这些啊 涂得市区了 就这么远远看过去 好像也不觉得有那种灯火透明的感觉 市区好凉开啊 大处都是那种巨大的山坡 就有点像旧金山 但是比旧金山更离谱 前面有一段我还没拍下来 我在上了一个好大的坡 可能最少有个三十度 在那个坡最高的地方 还有个红灯 在那里要停车 哎呦好吓人开的 而且居然还有车 又要跟我汇车 对呦 刚好走一辆车 看一下这里的夜景啊 马上就能看到了 我来说停在那 这里就是观景平台 刚才山上的一个公园 就是那个平台 拍照那个地方 大概总共就得了15分钟吧 那个地方其实也可以停车过夜的 但是我经过思考 觉得还是赶紧撤吧 因为这个市区 晚上都那么难开 那天的话就更可怕了 所以我想想我就赶快出城了 因为我其实不怎么喜欢大城市的 我又不需要在城市里面 找工作什么的 所以我查了一下地图 准备去一个雪山景区 但是我今天晚上 应该开不到了一个景区 我先开到半路上 走个小镇子睡一个觉 而且进山以后就动不动 就是几十英里没有人的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先 把两个轮胎换掉 这样比较保险一点 啊这只辣店准备换胎 已经盯到两个轮胎了 帮我把后面两个胎全部换掉 然后新胎放前面 这两个好胎 罗后面385 要把车锁一下 继续等着 可能要一个小时 我换的是这一个 这个是便宜的 这个更贵 这个上个是5块2块4 OK Thank you 国际温故两家店了 一家是discount 一家是这个名字 我也不会读了 然后这两家的包价都是380 然后discount的轮胎比这里便宜 但是它的安装费贵 这里的轮胎贵 但是这个安装费便宜 所以我想想算了 选这个 反正我也不懂 我就感觉可能轮胎贵点 比轮胎便宜的好一点 我带着换的是这种轮胎 看着就很好啊 我之前的轮胎确实太旧了 都快磨平了 confidence 信心 喝杯咖啡慢慢等 OK brakes look fantastic we have the new tires on the front roteated those ones to the rear total for the day comes to 385 24 Yup You got it Thank you 我开这个车开了这么久了 这个是新开 就把我换前面去了 然后我的两个本来在前面 我叫它帮我换到后边了 已经换好了 没错 好了 上山 现在上去要40英里 46分钟 我现在要去的那个地方 是一个雪山下面带个湖的地方 就我看那个照片 第一眼我就觉得这个风景 就是瑞士的风景 但不管怎么样 反正我现在已经在华盛顿州 都到了西雅图了 所以周边这么好的一个景点 这是这么有代表性的一个景点 必须得去看一看 反正今天晚上的话 我是有打算 马上就住在山上了 山上找个地方能停车的 我就在这边过夜了 我也不下来了 今天天气形势一点都不好 全是乌云 但我不知道 待会如果上了山以后 是不是在云的上面 那就很不一样了 一路都是田园风光 另一个相机在拍 这个相机在拍我 另一个相机在拍田园 现在感觉太爽了 拍这个视频 我都感觉刹车壁 全都好刹了 对 因为这个抓地力变强了 哇 这转弯简直是太愉快了 而且真的好稳好稳 没想到这个东西跟文态有关系 现在这里已经进山了 离我的目的地很近很近了 我不知道要不要门票 这来我问一下 可能 因为这也是国家公园 如果它要的话 我就直接买个连票算了 连票就80块钱也不贵 看一下要不要门票 保药的 passenger vehicle 7天票30 我看一下票在哪里买 后面那个居然不卖票 我来看一下是不是在这里 这里已经进了这个公寓了 嗨 你好 你是中国人吗 Are you Chinese? OK 我问一下你 这个公寓要不要门票 因为我看到有收票出的是没人 你是香港人 应该要的 但是他没有人管你吗 对啊 没有人 所以我就很奇怪 你有没有买票 我因为我是过来去backpacking的 所以没不用 backpacking不用票吗 不用 我们有annual pass 我们有annual pass 就是那个beautiful pass 80块钱一年那个 对 national parks national parks 就是american beautiful 那个 对对对 我就想如果他要卖票 我就直接买一张连票 但是我没看到人 所以我就正好看到你 我就问一下 哈哈哈 因为其他的入口的话 我知道他会管你的 他对对啊 对啊 进去他就会 门口就应该要查票呢 我看到门关着 但是又写着票价 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对 你是生活在这里吗 在这个西雅图吗 哦不是 我是过来旅游的 你是从从香港过来旅游吧 啊对 我贪我的女朋友 然后我们 你们是你们就是香港人对吗 不是我的女朋友是菲律宾人 他在美国工作 你要想办法在美国才行啊 你在这里住吗 我不在住 我也是过来旅游的 我我车在这里买的 就为了旅游用 啊 我这路就是长途旅游 我就准备把美国开一圈 哇 那要多久 多长途 我没有计划 我无所谓 啊 该来吗 还是 我来了有三个月了 因为前面花了很多时间 考驾照花了时间 因为我驾照 因为我是中国国籍 所以你在美国考的驾照 但我的驾照是欧洲驾照 所以按道理这种情况 如果交警抓到我 我是很麻烦的 那东西是吧 因为你的护照不一样 对 所以我就只好在美国 考了个驾照 然后又买车 然后又等他们寄各种证件 哎呦 等了很久 很慢这里销利 就开到这里了 从洛杉矶开到这里 我下一个 我就是往黄石公园 那个方向走 啊 就往东边走 就一直往东边走 走到东岸去了 因为对 走到看看季节 因为他热天我不想去佛罗里达 他那边很难受 你们要住在这个公园吗 对我们啊 我们其实今天离开 我们在等啊 我们的一个 他的叔叔过来接我们 哦 你们没有开车进来 对对对 没有 那他叔叔 专门把你们送进来 对 送进来他又走了 他又过来接你们 但是我们六天前 他把我们送到 Longmire那边 那就很 真的很够意思 你是哪里人 我是桂林人 桂林啊 你就是香港人对吧 对对 西花人你会说 我因为我本身不会说广东话 我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女朋友是香港人 她就逼迫我学广东话 我又在一起也挺长 广西它是靠近广东这一部分 才会讲 你就是到这个城市旅游 你就回去了 对 我采访一下你啊 你讲一下香港现在的情况 因为我很感兴趣 现在基本上 反正现在没有香港 生活质量来说是真的很差 什么东西都很贵 很贵 住的地方就是很窄 很少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也不喜欢 你也不喜欢现在的香港 对 那你以后考虑移民吗 应该长远来说的话 应该会过来 那就到美国就好了 就不要 就做美国人就好了 就不要做香港 以后你可以去英国 英国应该 英国不是很容易去吗 你们 但是不知道干嘛 这边应该机会比那边更多 那没错 英国我听很多英国的朋友 或者是一些香港人 我去了英国也好 都是跟我说没什么工作机会 有很多人他放弃了香港的工作 可能他们是专业人士 然后到了英国 他们做什么了 做亚马逊舱 他们能赚多少钱基本上 赚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是2000多英镑 差不多吧 但是他可能在香港 可能赚了好像两三倍 但是因为他自己的想法 他选择移民到英国 那我觉得是美国好很多 应该多一点 美国我这样讲 我这样讲 就是同样 比如说 Warehouse 他是在仓库上班 像这一类的工作 在洛杉矶 就假如你有工作许可 以后有没有都是一样的 没有工作许可 也可以去做的 大概一个月基本上3000到4000 美金 然后你如果香港的很能拼 这个我是比较认为是这样 就按照假如你能拼 不需要特别累 就好像你去送快递 或者送 因为我前几天 我没有打工许可的 我也去送快递了 送了三天 基本上就以我 你想做我马上可以推荐你 你明天就可以去上班 你只要有车 你真的想做 我明天就可以让你去 但是送快递 我不推荐你去 为什么 因为你想不想听 你想听我就讲 那我就跟你讲 复杂一点 送快递这个行业 它因为是这样 就是好送的东西 它基本上它会固定 比如说市区downtown好送 它就会固定有那种 比如说 你很长远时间在我这里做 我就会照顾你 让你去做 就会很好做 像你那种一去的话 它会给你一些 稍微远一点的路线 这就很麻烦 为什么 它因为它不像香港 或者是像在中国大陆送快递 我们一个小区里 可能能送掉50个快递 对吧 虽然它收入低一点 这里基本上送个快递 在2块到2块2美元 它费用看起来很高 但是你很难送一个小区 可能就一个快递 你又要开几英里 又去送另外一个快递 又要开一两英里 又要送一个快递 运气好的话 一个小区可能有两三个 就是很吃力 你要知道你从早上 可能7点钟进舱去扫描 几点钟出车 一直工作到下午 可能要到7点 甚至更晚 要看你的运气 运气好 你就好送就快一点 然后你基本上这一段时间 你是没有休息的 就完全在开车 你就是注意力高度集中的 一直在找你的地址 脑子一直是在高度的 专注的专业下水 这方面就很累 不是说体力很累 然后但是这个是能赚钱 就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 就我一天如果想赚 150美元 是百分之百能赚到 我如果想赚200美元 我愿意辛苦一点 也是肯定能赚到 就是这么回事 去掉邮费大概30 然后你如果有工作许可了 假如你可以去送外卖 你假如是拿出这种送快递的这种精神状态来送外卖 你一天四百 那就很厉害了 比英国强太多了 是啊 英国不怎么样 我觉得 对 虽然我没去过 但是听听 英国经济很差 我认识一个哥们家里已经入籍了 那种偷渡进去的一个中国人 一个福建人 已经入籍了 他整天跟我打听 哎呦 我美国有没有工作活住啊 我来美国工作 因为他在英国他一个月还是在工地干活 感到比较笨薄我感觉 大概2000左右 我是在瑞士认识他的 他以前还有瑞士的工作许可 他跑到瑞士去餐厅里边去做厨房 他宁可做这个都不回英国 你这样看 因为在瑞士他给拿到4000嘛 你认为香港还有机会 比如说你们努力去拿回自己的一些权利吗 没有了 没有了 香港已经死掉了 已经死掉了 我觉得长远来说没什么发展的 如果外国人想在中国找做生意的话 他们可以直接在大陆做生意 这不用通过香港 以前可能还需要通过香港 但是他设在香港 什么法治啊 什么之类的都比较好 但是现在都没有这个优势 很多总部都搬到新加坡 或者是他们如果对这个东西不太在意的话 那就很直接就在大陆 设计他们 看有时候我看新闻 尤其是看现在台湾的媒体 他们讲什么台上想撤资走都走不了 他不是不让你走 他就是设置很多那种障碍 比如说那你给我证明你这1000万 人民币是怎么赚来的 我要完全能对的 你怎么可能我怎么知道 对吧 我几十年赚的钱 我怎么知道我钱怎么赚来的 我怎么能拿得出各种证明 就算外资他想撤的钱 他就不能让你拿走 他要继续投资 是的 在德国贷了好几年 德国贷了好几年 那里整个欧洲都很熟了 也不是 也没有去很多地方 那你周末就可以到处去 没钱啊 当时候学习也没钱 你是读书啊 对 所以英国也没有去 法国也没有去很多地方 对 香港我其实很喜欢香港的 尤其是我们都是看香港电影长大的 就受你们的影响 那种什么黑社会什么的 我对香港很有感情的 但是我也觉得好好一个地方 真的难怪我刚才问你 你是中国人吗 你要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才回 因为我全世界跑 我遇到很多香港人 我也说你是香港人吗 你是中国人吗 他不 我是香港人 因为如果你说你中国人 他就以为你真的是中国人 然后他觉得你是 有些香港人确实反感 我不是中国人啊 我不是中国人啊 我是香港人 地方如果问我 我也会说我是 I come from Hong Kong 因为是很复杂的 你不关心政治 现在是死掉了 死掉了 好的 嗨 你们好 不是新娘 是死掉 你们真的很勾异 很够意思啊 跑这么远来接他们 I don't understand oh I say you're really good because you come here to pick them out yeah da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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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I love you you I love you 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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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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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bye bye daddy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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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ss